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飛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的是TOMICA小汽車 這是之前好像是大阪博覽輝的限定車 然後我購買了三台 17號跟18號還有19號 然後今天就來開封給大家看 首先是17號 屋台 這是那個路邊攤車 路邊攤車 將 Toyota 這前面寫TOMICA 其他日本不會 這是拉麵車 上面寫TOMICA 博覽輝限定 然後上面有裝很多東西 這個是拉拉麵的 鍋子煮的 像關東煮那一種 車底 2009年 好 這是我們的第一台 屋台車拉麵 拉麵車 再看18GTR 再看18GTR 將 霧紅的 消光漆 輪胎非常的亮 冰式的GTR 這有點太空虛了 車門可以打開 再加進去 2個 3個 3個 2個 3個 5個 2個 3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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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個 3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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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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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這是我們第二台賓士的GTR紅色的會場限定 第三台 NSXR HONDA 它這個藍還蠻漂亮的 有點類似珍珠藍吧 就是上面有一粒一粒 閃閃發亮的 那這邊有一個intomica的logo字樣 應該也是波蘭會限定的字樣 然後它這HONDA的這個標誌是印在車燈上 然後看到裡面的內裝 抽底 2017年的 這就是今天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三款 大阪博蘭會限定的會場限定的車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歡迎在下方按個喜歡 那想持續追蹤我的影片的話也可以順便按個訂閱 也可以順便開啟鈴鐺 那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掰掰